本身是一個本環的結構 加上一些策略所主持的 策略越長 它通常侵止是越強 抗菌性也越強 但是相反的 4C多可能有相對來講高一點 對清肌本甲酸子類 基本上是一個本環的結構 會造成的問題 就是有少部分的患者 目前通緝可能不到1% 會有所謂的接觸性皮膚炎的現象 所以如果您對於 對清肌本甲酸子類 使用過後有一些紅疹 或是有一些接觸性的過敏 那麼可能就盡量避免使用 Paraben或對清肌本甲酸子類 不然的話 目前對清肌本甲酸子類 在大部分的患者 對這種保養品而言 或是說像一些接觸性的產品 使用上是安全的 現在我們政府單位的規範是說 Paraben對清肌本甲酸子類的總濃度 是比較超過1% 那剛才有提到過 因為它有分測鏈的長短 所以比較短的 清水性比較強 像對清肌本甲酸夾脂 對清肌本甲酸一致 那它的單獨的濃度是小於0.4 那總濃度是0.8%以下 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測定比較長 像對清肌本甲酸 冰脂 對清肌本甲酸丁脂 那它單一濃度 就要小於0.14% 那另外它也不建議 使用小於3歲 非沖洗式的保養品 所以如果比較短的 夾脂和乙脂 清水性比較強 那冰脂和丁脂 清脂性比較強 那就是抗拒力比較好 可是刺激度越高 所以有些保養品 它同時會含有 比如說夾脂或是冰脂 只是說濃度不太一樣 所以剛才講的 對清肌本甲酸 夾脂一直冰脂 都是屬於對清肌本甲酸之類 它是一個化學結構 那只是說它有不同的分類